看到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几种 不同的绳头对接 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人人都能用到 无论是我们在施工 作业 拖车救援 应急 高空下降 各种领域 都能使用到的绳结对接方法 首先大家请看 第一种的对接方法和技巧 第一种两侧绳头 需要对折 单边双人结的对接方法 向内侧对折完成之后 白绳此时我们翻转至 黄绳绳环内侧 白绳绳头从后方直接返回 返回至上方黄色绳环的同时 黄色绳子稍稍拉动一下 然后我们黄色绳头 也返回自己的绳环内侧 就这样 双向我们再次拉伸 收紧的情况下 它就形成了一个结实 牢固 安全可靠的接点 绝对是宁舌不开扣的 在使用的同时 特别的安全 非常的方便 可靠 又实用 第二种对接方法 穿插式 接绳技巧 穿插式 接绳技巧 它的结法极其简单 是一个快速活结对接 我们想要接绳的时候 想变成活结 可以一结一结的时候 临时接绳 必备的技能 绳子压入黄色绳头 进行反折 绿绳此时绕过黄色对折绳子的下方 上方用食指勾出绳环 绳环提动的同时 我们讲绿绳进行对折 也就是绳头部分进行对折收集 这个绳结当它受力的同时 它是非常安全 牢固可靠 非常的实用的 无论如何受力 宁舌不开扣 在非受力的条件下 只要我们轻轻拉动短绳头 即可快速打开 快速收声 第三种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平结 但是很多人说平结不实用 受力极其容易开扣 今天给大家分享平结的正确结法 平结是一个简单快速的永久式对接方法 也被大家称之为死结 它的结法极其简单 看上去操作只需几秒即可完成 受力的同时宁舌不开 绝对安全 特别的可靠实用 值得注意的是收完尾之后 两个绳头必须在同一方向 千万不要分开一左一右 一旦分开之后 你就是错误的打结方法 受力必定会开扣 所以说平结虽然说使用简单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绳像 它的绳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我们绳头翻转半周 不跟大家详细讲解 根本看不出来 因为结点是一致的 当再次受力的同时 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直接就会开扣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打结的方向 第四种 这是一个水平式交叉的绳头对接 对接绳子 它是一个相互缠绕 非常均匀的节点 它的打结方法既快速又安全 牢固可靠又实用 两条绳子互相搭接 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简易的交叉 交叉完毕 打算收尾的同时 调整两个绳头的长短 调整均匀之后 我们再进行收尾 收尾的方法更是简单 两侧绳头再次交叉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结实 特别的可靠 第五种 这是一个快速对接技巧 两侧绳头各自搭接对方之后 我们互相的缠绕对方 就这样 各自缠绕完成 两侧拉伸 绳头对比长短之后 感觉均匀 即可收尾 咱们看一下 当绳子想要收尾的同时 我们两个绳头已经形成单结 进行收尾 收尾第一步抓住绳头 拉一个半紧之后 大家即可受力 受力之后形成的节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 绝对是宁舌不开 安全可靠 牢固方便 结是使用的 绝对的方便 第五种 亨特结 亨特结是粗绳细绳 都可以使用的对接方法 它的结法快速 结点均匀 形成的结点极其牢固 打结的方法就是两条绳子 我们都互相搭接对方 绳头搭接完成之后 我们将绳头进行对折 大家看 对折一段距离 非常的均匀 然后在中间的节点 向外侧翻转半圈 两侧绳头 收尾的同时 一定要记住 互换位置收尾 绳头一前一后 正反向穿插 进行交汇收尾 双向当我们拉伸绳头 收一个半紧 再次受力的同时 节点自然成型 绝对安全 可靠的亨特绳头对接 就是这样的结实 非常的牢固 可靠 又实用 第六种是双半扣对接 双半扣 也就是说 我们在打结的时候 两侧绳头 绳头一上一下 注意细节 必须有一侧绳头在下方 一侧绳头在上方 在下方的绳头 我们需要在 双圈下方 也就是在上方的绳头 颠倒位置 然后收尾的方法 就是正反向交汇 从双圈中窜出 双向拉伸 二次收紧整理 形成了一个快速的对接 节点 绝对结实 安全牢固 可靠方便 实用的方法 绝对宁舌不开 大家一定要学会的技能 第七种对接 愚人结 适用于接 愚线往线的快速节点 它的结法极其简单 两侧绳头 各自相压 以单结进行收紧 另一侧的打结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 快速的 也是以单结进行收紧 当两侧成头 收紧的同时 我们调节一下绳子的走向 直接收紧 即可完成 这样的结法 既简单 又快速 户外我们垂掉 也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第八种 适用于接钢筋 接铁丝 接绳头 使用的半扣对接 结法简单 节点牢固 安全可靠使用的技能 双向绳头 各自压制对方 做出一个简易的半扣 当两个半扣成型之后 我们相互拉伸 进行拖拽式收紧 这样形成的节点 绝对结实 特别安全 可靠 又实用